王健身后决裂海航不盖党齐罚警方启动谋杀调查大反转,王健去世后十天海航集团总部举办追悼会,但媒体报道王健一双与子女全都缺席,一体也没有追悼会上出现美国媒体的人,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,分析认为王健家属和海航集中共有决裂的表现。 另外,苹果日报报道引述法国世界报,记者华人记者张竹林说法国警方重新启动王健的谋杀调查,但是经大纪元法国记者调查,法国世界报没有此报道有同名的张竹林在明镜网做王健报道。 然而,该记者仍在苹果日报撰写独家报道,还适用的法国世界报身份,声称王健死亡的三个版本,均令人质疑海航开追悼会。 王健家人均为记苹果日报,日前报道海航集团总部,为王健举办追悼会。 执行长谈向东宣布王健持有的近15%股份,将全数捐给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。 其称这是王健生前愿望,但会上王健一双与子女全都缺席。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早已拥有海航集团52.25%股份,但是基金会的股东名单至今仍是个谜。 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锋则在王健去世后三天接任董事长职务。 集团本周一十六日调整管理架构取消董事局主席职位,并将董事局席位由原本的十一席,扩增至十二席集团党委常务副书记加入董事局。 至于原因则未说,您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另外具追悼会现场的照片,显示王健的遗体并未出现。 有媒体称他的遗体,被送往他夫人所生活的美国美国媒体人,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认为,王健是共产党的高官。 所以陈锋在海航公司内称呼他王健同志王健,是海航的共同创始人他的突然血世,引发媒体和各级巨大关注,纷纷质疑他的死亡,并非纯粹意外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的家人却不肯参加海航举行的追悼会,也没有把遗体运回中国安葬。 可能是王健家人对航海和中共都心怀不满,也有可能家属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什么。 王健遗体没送回国,也就不需要盖党旗,对他是个好事,他的家属还给他做超度。 按中共面上的说法,还要挨批判这件事,也说明王健家属已经与海航及中共出现分裂。 这也显示中共对官员已经没有凝聚立了法国世界报,华人记者身份诡异。 对于法国世界报华人记者张竹林的身份问题,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。 在法国的记者,查证发现此身份来源有问题,报道说关于西月11日,港媒苹果日报等中文媒体,引述法国世界报,爆出王健最新谋杀,线索称法国警方重新启动谋杀调查。 还有媒体引述是法国世界报,华人记者张竹林在《巴黎看天下》节目中,爆料的线索然,而在法文的谷歌搜索中,看到的是法国世界报关于王健的消息仅有两篇文章,而且内容并没有提到谋杀调查,之类的内容。 在京和时海外中文媒体明镜有位同名记者张竹林而《巴黎看天下》,是明镜的节目《法国世界报》,并没有这个节目张竹林在《巴黎看天下》,对王健案的分析引起网友众多的疑问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7月11日,大陆推克推帖,引网民反问,西夫看不懂法文吗?网络截图谷歌新闻显示法国世界报,对王健案件报道的二则新闻,网络图片王健死亡的三个版本都有问题。 虽然《法国世界报》没有张竹林所报道的法国警方启动,对王健之死的谋杀调查报道,《苹果日报》18日刊登了声称,是法国世界报记者张竹林,为《苹果日报》撰写的独家报道。 报道称,关于57岁的王健,怎样跌落到14米深渊下的台阶上在法国媒体中,至少已经有三种版本这些报道,都是从负责调查此案的警方人员,或者从王健在法国的朋友出得到的消息。 唯一共同点是,王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站到一面,高度为1.5米到1.7米高的围墙上拍照版本一,面对那度,1.5米到1.7米高的围墙王健,用了助跑后,跳上墙投音不平衡而坠落。 对于这个说法事发后在当日,唯一一位抵达现场的记者帕博莱斯说,这种高度用攀爬的方,是比较逻辑如果是我,肯定是用爬,而不是助跑着跳上去。 帕博莱斯说,他也曾在第一时间和他的同事,表达了这个怀疑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版本二。 王健从一堵高度为1米矮墙,跳到这堵1.5米到1.7米高的围墙上,一下子没站稳而摔到围墙,另外一侧深达14米的石板台阶上,事发地点就在位于山坡上的奔牛村教堂背面。 在教堂工作了三年的,奥迪伯特·Hubert·奥迪伯特神父非常坚决地表示了,他对此种方式的怀疑。 我没有看到过一些孩子们在那堵1米高一点的矮墙上玩耍,但从未看到过有人站到1.5米到1.7米高的那堵围墙上。 神父转而返问我一位57岁的人这种年纪的人,您认为他会跳上一堵1米5高的墙去拍照吗? 奥迪伯特神父说,事发时间若是上午11点,那应该是一天中游客众多的时段,因为教堂在下午才开门,所以游客主要是在教堂外,看风景拍照。 教堂附近有监控摄像吗?我问神父,并没有神父确认版本。 3.7月7日巴黎竞赛周刊,这样明确描述了最近的一个版本。 王健要求他的助手们,帮助他攀上一面1米多高的矮墙,想在那里拍摄壮丽的奔牛村。 全景照王健站到墙上后却失去平衡。 在他的助理们目瞪口袋下摔倒10多米高墙之下啊,波罗网孙瑞后报道。